说着曾经担任过 司法翻译工作的情况 出现至越南裔的石海 在当地司法界 可说是享誉盛名 而日前出席佛光山满地 可华言寺生活讲座 就分享一段工作中 被反社会情节人士刺伤 多达三十刀 一度陷入神秘垂危 其实我们对的 我们完全没有希望 他说根本我们没希望 你会活过来 所以后来我苏醒过来之后 那么我就这样的 在医院里面躺着 然后就非常辛苦 最辛苦就是我太太 讲到太太悉心照顾的过程 石海忍不住红了眼眶 不过也奇迹般地康复 他选择了宽恕和向前看 只要我往后看 也没有于事无补 是吗 于事无补 第二呢 我会活在很不满的 一种情绪里面 我无所谓 但是我会影响到我太太 我会影响到我的 我的两个儿子 我会影响到周围的人 关于这件事情 他通过我就让他过去 历经了节后 于生谈起如何宽恕 来自书写日记的习惯 来表达自我就能逐渐放下 也更体现佛法济会为人人幸福榜样 人行文 加拿大门地克综合报道 我会影响到我